大家好 皇帝内经称甘为人体的将军 现在正值春天 要好好养养我们身体的这位将军 下面我教大家如何高效苏通甘经 甘经很强 我们苏通甘经 可以捉重点来做 首先 拍打苏通甘肃 甘肃在我们的后背 在第九松坠基督下旁开一点亩寸 大概甘肃穴就在这个区域 我们用经络拍来拍打 找到大概的区域就可以了 手持两个经络拍 力度适中的拍打甘肃穴 所在的区域 12345678910 就这样拍打100下 有些人 拍甘肃会感觉非常的疼 说明有淤肚比较严重 要坚持疏通 慢慢疏通开了就好了 第二步 疏通旗门 它是甘经上容易淤堵的一个重要穴位 旗门穴所在的位置 在我们乳头 往下 推两个内间隙 大概就在这里 找到大概的位置就可以了 我们用经络拍 一拍一大片 也是用两个经络拍拍打 旗门穴的区域 12345678910 也是拍打100下 第三步 拍大腿内侧 也是用经络拍 我们两脚心相对这样做着 这样就可以把大腿内侧 展露出来 肝筋就在我们大腿内侧 偏中间的位置巡行 然后我们手持两个经络拍 从腹骨勾开始 一直往下拍打到脚踝 反复拍打3到5分钟 最好能拍打到大腿内侧 有微微的发热 拍打3到5分钟 用经络拍拍打疏通的好处就是 这个拍子的弹性很好 伸透力很足 拍打起来 更有力度 更到位 这是我们研发生产的拍子 非常好用 全身都能疏通得到 疏通头顶 疏通后背 四肢 腰腿等等 还添加了我们特制的材料包 想要的朋友 可以点击我的头像 进入主页这里 点头上下面就有进入的窗口 一点进来就能看到了 第四步 油钛冲 钛冲穴在脚背 在我们第1第2子骨结合布之前的凹陷处 就在这里 找到位置 我们用拇指 稍稍用力的压住 然后旋转点油 点油3到5分钟 甘筋淤堵的人容易愤怒 耗攻击指责 疏通肝筋可以降肝火 平和情绪 现在正是养肝的季节 多疏通肝筋上的重要部位 疏通淤堵还能帮助消除肝内的火气 让这条经络的气血畅通 让肝输血功能正常 长大 让身体变得更好 你屏幕会发露了 你屏幕会发露了 你屏幕ità不得了 练习